好,大家好,今天我们接着来演示这个就是绣笼还有这个领窝这个马甲的这个剪针方法 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在麻花这面,在正面开始 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我们在这块呢,连收三针 织一针,然后拨收,这是一针 再织一针,再拨收,这是两针 不用太紧,稍微松一点就可以 这是两针,然后再织一针 我们一共拨收了三针 拨收三针了以后 我们看 这一共是几针呢 我们要留六针 六针,然后剩五针 我们数一数 我这针上有一针,然后呢 二三四五六 这六针呢,是又留在这个绣笼边缘的这种搓板针 这五针呢,我们开始每行并一针 把这五针慢慢收掉 麻花针呢,照之不误 这是锈笼的这个部位 然后这边是领口,就是这个V字形上去的这个部位 这领口这边,我们也是留六针 然后就值这种搓板针 在这边呢,开始并针 也是两针并一针 两边同样是两针并一针 但是不一样的在哪呢 这边是 我们是正反面 都并针 并得比较急 这边呢,只有麻花这面 才二针并一 也就是说隔一行一并 掌握这个要领就可以了 那我们继续 好,这是一针 两针下针 三针下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这个呢,就是依然值这个下边这个搓板针 然后这几针 你看,是五针 我们首先呢,来一个二并一 两针并一针 然后继续 织下针 见着麻花,我们继续 就是 织麻花针 按照以往的麻花针法 织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继续织 织,织到什么位置呢 织到剩八针的时候 我们停下来 然后收领子部分 我们看啊 一对,二对,三对,四对 还有三针 一 二 三 这剩八针了 这剩八针的时候 我们永远保持这个边缘六针 从这儿往里收 然后这个是指二并一 并针了 这儿照常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针 好 我们翻转织物 翻转织物以后 这边呢 我说收的比较慢 那就是反面 挑下来不织 然后下针 这面呢 是隔一行一收 所以这边就照常织就好了 这照常织 很快我们就知道了这个麻花的这个位置 记住这地方呢 是两针反 使得正面为正针 然后这儿照常织 正下针 然后最两针也是两针反针 好 我们很快啊 直下针 你看这个地方 刚才我说了 我们永远保持这六针 是不是 这六针以后呢 剩两针的时候 我们还要并针 这边绣笼是正面二并一 反面你也要二并一 跟这个领口是不一样的 正反面这地方都要并针 然后这六针照常织 二 三 四 五 六 好 我们翻转织物继续 这六针 挑下来第一针不支 两针照常织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好 这时候呢 我们继续收二并一 然后这针正常值 这是麻花针 两针下针 这也支下针 正面 全都支下针 麻花针照常值 然后我们继续 剩八针的时候 然后在正面 我们要收针 数一数一对二对三对四对再织两针 把这两针二并一 永远是在六针的里边 二并一 然后继续 好 这行织完了 翻转织物 这边照常值 这边也继续并针 挑下一针不支 再三强调了 领口这边呢 是隔一行 一收针 绣口那边呢 是行行收 很快我们知道了 这个麻花的这个位置 这两针反针 然后下针 再两针反针 这个麻花就完成了 我们继续 这边呢 剩到八针的时候 一对二对三对 这是 剩到八针的时候 我们这样 二变一 看 这保持六针不变 然后继续 好 翻转织物 好 我们翻转织物了以后 第一针挑出来不支 看剩几针呢 这是一针 还剩有 这上头一共剩有七针 我们再变一针 正常值 三 四 五 然后把这两针 变一针 现在针上有六针了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腋下的这个部位 我们这六针 我们这六针 就不再收针了 一直往上支 保持这边 那我们继续 麻花针 两针 下针 这也支下针 两针下针 好 正常值 很快 我们就知道 领口的这个部位 我再讲一下 领口部位 怎么收针 收快八针的时候 我们看数一数 一对 二对 三对 四对 我们再织一针 这是领口的部位 我说过了 我们只是在麻花这面 正面收针 我们再收一针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边收了六针了以后 就不再收针了 一直往上织 那么领口的部位 收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那也收到 就是挨着麻花这边 只剩有六针的时候 我们就停下来了 那么我们下面就继续 重复这样的支法 这边都正常值 只是在领口部位 正面我们就二变一 正面就二变一 隔一行 一收针 我们一直知道 最后呢 中间六针麻花针 右边绣拢的部分六针 然后左边上六针 针上只有三六一十八 十八针的时候 我们就停下来 好 我们就重复这样的支法 那我就不再演示了 只有我们可以自行 知道针上只有八十八针的时候 停下来 我再讲下边的这个编织方法 好 看我们现在这个支片 刚才我按着前边的规律 重复支 支到了这个位置 我这边剩六针 这边剩七针 那我们分准支物 我们还需要再并掉一针 很快 你看这个照常 调下来不支 然后下针 下针 注意 我们再支到麻花针的这个地方 你看了吗 这是两针反针 然后下针 两针 再两针反针 这麻花部位支完了 这六针呢 是绣笼的边缘 正常支 好 我们翻转支物 挑下来不支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这个地方 你看我们又开始要拧麻花了 我再演示一下 把这四针 拿下来 不支 甩到后边 然后支 这两针 一针 两针 这就是左上 两针和四针的交叉针 然后把这个中间这两针 先支 第四 第五第六针 然后支中间这两针 这个 一针 两针 然后再支 这个第一第二针 这个是 这样的支法 就是第一第二和第五 第六针 相交叉 这个麻花我们就拧好了 拧好了以后 你看一对二对三对 这边还剩七针 那我就还要并掉一针 使得这边缘呢 剩六针 二 三 四 五 六 那我们目前为止 我们这上呢 就是三六一十八针 十八针以后 那我们就从这儿一直往上支 不加不减 支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支到这个页下 往上一直支 大概有十四到十五厘米的位置 就收针了 这个绣笼的大小呢 刚好适合两岁宝宝只穿 那支友们就是重复这样的支法 不加不减 继续往上支 好 那我们分转支 我们看这个支片呢 我们从这儿就直接往上支 支到了这个位置 那我们继续 快十四厘米了 我们再支两行 第一针 挑再来不支 下针 翻转支物了以后 我们看 我们量一下 看 从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 十四号 十四厘米 那我们这个麻花呢 再支一行两行 我们就开始收针 很快 我们把这个 这一行支完 好 我们翻转支物 量一下 大概 十四厘米左右 好 这个左前片 我们就支好了 我们开始收针 收针呢 第一针挑下来不支 然后这支平针 下针 拨收 第一针 支一针 再把前边这个针 再拨收 再支一针 再拨收 好 我们把这个再来 套 锁死 把它可以断线 稍微多留一点线 这样子的话呢 你缝合的时候 要用得到 好 左前片 我们就支好了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朋友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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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